我們講益生菌這個東西 其實大家都知道益生菌 可是大家知道嗎 其實益生菌要吃對菌種 益生菌它有分針對腸胃性的 或是針對我們免疫系統的 那像最近有一支非常非常厲害的益生菌 叫做 如果它有一些呼吸道的敏感狀況的話 這種 它可以改善 那像這一支益生菌 它本身除了有這個 約氏乳感菌之外 另外它有 120億支以上的好菌 好好吃 對 這個很好 很好的益生菌 我們除了剛剛講到的 約氏乳感菌之外 另外它有乳酸菌 還有雙齊氏感菌 我們腸道系統就會相對處於一個 比較穩定 比較好的狀態 妳要吃嗎 那妳也想吃嗎 妳剛剛已經吃過了耶 益生菌有沒有一個數量的限制 對小朋友 其實沒有 因為它其實是食品級的東西 講講好厲害耶 它味道做的其實滿好的 很好吃 它非常好吃 而且很適合孩子 妳還有一口喔 喜歡吃嗎 嗯 這樣很好吃 再吃一口 我可以 你只能把這一包吃完 你不能吃太多耶 醬喜歡喔 醬子還有一點點好 那這樣子我們把這一口吃完 今天就沒有了好不好 我們還是要 媽媽賺錢很辛苦 不能一次吃完 好來 我們往上看 往上看 好 把它吃完了 很棒耶 大家吃益生菌應該會有一個 就是經驗 就是粉狀益生菌很容易捏 變得快 然後小朋友就給得到 對啊 但是我剛剛其實還撒滿多的 它完全可以這樣直接吞耶 直接溶到嘴巴裡 會直接溶到嘴巴裡 而且它味道是好吃的 小朋友就通常 它的接受度就會很好 因為我們東西一定要好吃 學人對益生菌很重要 是要看對益生菌的菌種 另外也要了解到說 這個益生菌它含的菌株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菌株 再來就是它的菌素 菌素也超級超級的重要 還有就是它有沒有所謂的 冷凍包埋技術 這包埋技術它才可以 讓我們的這些好東西 都鎖在 鎖在益生菌裡面 我們吃進肚子裡面 才有辦法被完整的吸收到 像這隻益生菌 它就有三層冷凍的包埋技術 它可以讓好菌完整的鎖在裡面 不會因為譬如說我們溫度的影響 或者是我們胃酸 或者是膽鹼 影響到這個菌的吸收 所以你把它放在室溫 其實它的效果也是一樣的 也是可以的 不用丁 除此之外 這些菌要住在我們的腸道裡面 很重要是它們要有食物 對吧 那它們的食物來源是什麼 就是我們所謂的益生源 益生源可以提供這些益生菌食物 讓它們可以更 在我們腸道存活的時間更久 對我們腸道的環境 是更有正向的幫忙的